大家好,我是大師 還記得之前開箱顯示卡的影片嗎? 這次用微星GTX10606GB的顯示卡 與技嘉RX5808G的顯示卡 來進行簡單的測試 我們的測試平台的CPU是 使用Intel i5-7550 4核心 3.4GHz 主機板是使用微星B250M MotorArchic 的固佳優貴環境破砲主機板 記憶體是使用金斯頓COG DDR4-2400 而影片中跑分的遊戲跟軟體 我們通通是在SSD硬碟上面做處理的 而這張3DMark跑出來的分數 是在沒超頻的情況之下 跑出來的分數 藍色的殘膠圖是3DMark Firefly的跑分分數 而橘色是Type Spy 而左邊的是GTX1060跑出來的分數 而右邊也是RX580跑出來的分數 而跑分結果呢 在沒超頻的情況之下 GTX1060比RX580的分數還高差不多700分左右 顯示卡進行超頻之後 跑3DMark出來的分數呢 GTX1060在超頻之後跑出來的成果非常優異 在沒超頻的情況之下 測試兩張顯示卡在玩Overwatch時的FPS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GTX1060可以穩定跑在70左右的FPS 而溫度大約平均落在55度 而RX580顯示卡呢 幀數一樣可以到70FPS左右 那溫度呢 就很高了 平均是落在70度左右 那以溫度考人的話 在NVIDIA顯示卡還是做得比MD好 接下來測試的是英雄聯盟 在特效全開的情況之下 GTX1060平均幀數可以差不多來到130FPS 溫度則是55度左右 RX580平均幀數大約落在130FPS左右 溫度大概平均是50度 在這部分 RX580的溫度出乎異調 反而比GTX1060還要來得低 接下來測試的遊戲是神武幻想 我們一樣把特效全開 然後跑一段劇情給各位欣賞一下 下樓 下樓 我願隨你去任何地方 即使是奠覆死亡 居然 賓雷 心頭姑娘 真是自找死路 灭头 你竟然醒了 迫不及待的想除掉我 是因为恒额吗 师父 我和师娘是清白的 你如今心智一世 我定要阻止你的野心 很好 都来了 侍者王 为何你会变得如此 你曾经是九州万民的英雄 我 从未想过有一天要与你为敌 很失望嘛 什么九州英雄 那些渔民只会坐等有人为他们除害 待灾恶结果 便开始对我神力退散不伤之事 指指点点 全是一群忘恩负义之人 既然如此 就全部消失吧 我将你最后灵火和 与他引火 在那些混乱之心时 我们对你必须用机会将他击败 这些渔民族之心 这些渔民族之事 我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父母 父母 真是不自量力 大义 我一定要为小弟和弹镜报仇 这些渔民族之心 就算我的混沌之力 暂被封盟封了三成 对付你们 仍绰绰有余 如果再加上无呢 随后 我这里趁着 明明 对付三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先比较一下价钱 那大师买微星这张GTX1060 6GB的版本 大师是在2017年的时候买8,900 那2019年3月的时候 大师去原家屋的官网看 它现在已经是7,390元的价格了 而技嘉RX580 Gaming 8GB显示卡 大师是在2018年12月的时候购买的 当时是买5,390元的样子 那这款技嘉RX580显示卡在原家屋三名已经是下架了 那各位可以去参考其他AMD出的RX580系列 像微星或是华硕 但是微星8GB的版本会比较贵一点 那华硕有一款 好像是Mini RX580只要4000块而已 但是详细规格大师没有去比较 所以无从帮各位分享 华硕这张显示卡到底好不好 好 那以上就是大师对这两款显示卡做的一些 保分跟一些测试 那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到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把它打开 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到下方留言 那当时有看到知道的话 就一定会回复你 谢谢大家这次收看 拜拜